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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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姐妹 今日小店尚未营业 不如各位先到对面茶楼 歇息片刻 谁要买你家东西啊 佩琴 快点 看看你卖的什么假货 说什么越用越白 你看看我的脸 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还怎么见人呢 佩琴 对啊 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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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 我不知道啊 这个才是三白糕和花茶 真正的方子 肯定是夏绿清告的鬼 我去找他三张 开门 城府司门案 有人匿名举报 说你们收卖的三白糕和花茶 有问题 开门 来不及了 哥 你去把陈希仓库的三白糕 赶紧搬走 开门 对了 还有方子也一并毁掉 听到没有 赶紧开门 第一个人也有负责过来吗 听我的 快去 开门 少爷 外面的车已经装满了 那行行走吧 是 是 还有这么多 这什么时候能办完 这就是柳青给他的 有问题 是方子有问题 还是柳青有问题 都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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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言 有星怎么了 做什么问题啊 昨日城中一名热心市民举报 城西仓库竟然藏有引起 城中女子脸部过敏的三白糕 等我们给他献赏之时呢 始作俑者已经是束手就擒了 接下来请看我报的最新报道 请问您有什么想说的吗 什么 爹 救我 救我 好的 我们知道了 谢谢 小妖子 你看看有什么不同 怎么了 有什么不同吗 你要夏柳青给夏兰的方子 都是假的 三白糕里架了石壶 花叉里架了藏红花 那怎么了 他俩有冲突吗 石壶和藏红花是不冲突 但跟真三白糕里的白纸冲突 若白纸和藏红花同时使用 不会变白 反而会变黑 所以呢 你料到了夏兰贪力 不会用你给的方子重新制作 而是会用被调包的 真三白糕赚快钱 所以你让夏柳青告诉他 三白糕要有花叉同时使用 放有效果 夏宇斌 当初你卖冰沙之时候便告诫过你 可你却屡教不堪 再次拿他人做筹码 就非了让夏兰自食其果 你可又想过若是事情败露 你也会有危险 那 我 我又不知道 他会用真的三白糕 那你为何给他假房子 夏宇斌 你为何这么狠毒 我狠毒 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呀 人不犯恩我不犯人 徐子言你能不能不要假惺惺的了 再说了 害了全城女子的人又不是我 是夏兰 那匿名举报之人是你吧 那 那是 表哥他说我这样可以推波助澜 让事情更快解决吗 薛木也知道此事 我告诉你三白糕的方子有问题 你找薛木 你设计陷害夏兰也找薛木 夏宇斌 你就这么相信他 那 表哥他又不是外人 我与他同小一起长大 知恩知底 他不会出卖我的 他不是外人 我是 徐子言 你今天是怎么了呀 怎么这般不讲道理 无理取闹的 无理取闹 到底是谁目无法尽 罔顾他人心里 又是谁 不与自己夫君较心 你冷静一点 我们两个澄清 不过就是各取所需罢了 你有什么不满 那你就说嘛 你这样真的很奇怪的 各取所需 你说得对 是我太高估我自己 更是低估了你 从今往后 你别去找你的表哥 别再来找我 别再来找我 这这这水 什么嘛这是 少夫人 嗯 该吃药了 爸 又吃药啊 嗯 嗯 今天的药怎么那么苦啊 可不是嘛 跟少爷的心 一样苦 啊 什么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远 找勾渠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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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